经中复云 手中长出无尽之宝 庄严之巨 一切所需最上之物 利要有情 事及财师也 这次讲到财布师了 你有什么好东西呢 有多余的应该要很大方地拿出来供养大家 故知大师族必须财法二师 所以这个大师族他是财布师 法布师呢 两者都兼顾道 如慧苏曰 以财济世贫 以法周无福 故曰大师族 这就解释什么叫大师族了 用钱财资助那些贫穷的人 用正法帮助那些福报不够的人 相比较严 我们大家福报大不大 说实话 笔上不足 笔下那是戳戳有余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足常乐 要多供养人家 多帮助别人 该为以财师救济世间 贫穷困苦之人 以法师普利无福文法之师 故名为大师族也 每一个佛布山呢 都有这么大的信仰 念念呢 都是想到怎么样帮助大家 早一点离苦得得 早一点呢 恢复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向后 令笔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 长夜 与众生之沉沦生死 长云生死长夜 夜表明暗无光 众生无名复心 昏迷不绝 尘生死海 往受诸苦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这一段的解释 多看个几遍 因为这就是在讲我们 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 真的是苦多乐少 那些富贵人家 他为什么生活比我们一般人要过得好 就是前面所讲的 人家前世肯修 布施 供养 我们呢 吝啬 小气 不肯帮助别人 那这辈子呢 生活就很辛苦了 那假如这一生 再不肯继续修布施呢 来生后施 比这一生呢 更加的恶劣 更加糟糕 在经上啊 把这个三善道比喻为白天 把这个三恶道呢 比喻为夜晚 人堕落在恶道 是很容易进去的 可是当他进去之后 想要出来 容易不容易啊 太久太久了 佛在经上讲嘛 鬼道的一天 相当于人间多长呢 一个月 那鬼的寿命 一般是多少岁呢 一千岁 那地狱道里面的时间 就更久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啊 这一生啊 糊里糊涂的 又跑到三恶道 去受苦暴 不要说地狱恶鬼的日子 很难受 你说这个畜生到的日子 好不好受啊 听说这个澳洲 每年都有一个做法 是要在一个时段呢 要猎杀那些野生的代数 数量太多了嘛 影响到周边那些居民的生活 环境 那政府呢 就安排要找一些人 就猎杀他们 其实这个做法呢 也是怎么样呢 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 这就会造成什么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我们现在是杀他们 他们以后呢 变成人 我们如果变成代数呢 他就来猎杀我们 不能够啊 有一点点伤害众生的意念 更不可以有呢 伤害别人的行为 可惜众生怎么样呢 被这个无名复兴了 他呢 昏迷不绝 沉沦在生死海中 这是现状 一点都不讲 为令永离一切 忧悲苦恼 出生死长夜 故于财法二师 我们要度众生 那就应该要广泛的 修财布师 法布师 当然这个当中也包括呢 无畏不失在其中 而其中 慈悲至极者 则为令其出生 种善根 成就菩提果 这是讲到佛菩萨 他们慈悲达到极处了 要帮助对方啊 产生善根 希望他能够发大愿 这辈子啊 生到极乐国土 早成佛道 一切失踪 此时最上 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为什么 在所有布师当中 那这种布师呢 是至高无上的 也就是说 您把念佛法门宣传出去 介绍给有缘的人 灵修的是第一大功德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有个小道场 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念佛 我们把这个佛号声呢 散布出去 把这个 讲无量寿金的波金机 日夜播放 让有形无形众生 都听到 这也都是在修 极大的功德 好事 要会做 要常常做 要多做 令一切众生 离旧尽苦 得旧尽乐也 出离施法界 这是离旧尽苦 生到极乐世界呢 这个叫得旧尽乐 这是经上常常提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